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乌韩地面部队指挥官帕弗柳克称 刚刚过去的一周中,俄罗斯在乌韩战争中 损失了8900名军事人员 乌韩武装部队总参部报告说 俄罗斯人在哈尔科夫方向 旨在取得突破的进攻已被击退了 并确保了稳定的防御 无论俄罗斯人在哪里继续进攻 我们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乌韩炮兵和步兵部队正在有效的互动 乌军已经稳定哈尔科夫方向的局势了 英国国防部情报局报告 俄罗斯军队的势头被遏制 俄罗斯人继续攻击沃夫昌斯克 乌韩武装部队击退了大部分的袭击 但是俄罗斯人可能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 北部的布赫卢瓦特卡村 并试图控制附近的西伯尔斯基 顿尼茨克河的规定点 这对保卫乌弗昌斯克本身的乌克兰军队的侧翼 和后方构成了威胁 明镜周刊报道 如果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成功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 不排除会向乌克兰派兵参战 他们认为 如果俄罗斯人在乌克兰东部取得战略突破 因为西方只是半心半意的帮助基辅 局势可能会急剧升级 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客们警告说 在这种情况下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 不会等待俄罗斯军队在其边界部署 而是会选择向乌克兰派兵 这意味着北约将成为战争的一方 报告说 这正是德国总理舒尔茨 和美国总统拜登所担心的情况 但那些想通过过度克制 来限制战争的人 实际上有可能让战争失控 欧洲人应该为可能发生的战争 做好准备 并投资于国防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莱恩表示 加强国防能力 也可以改善欧盟经济 冯莱恩强调 在战争面前继续支持乌克兰 以及加强欧盟防御能力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 如果欧洲想要维护欧洲大陆的和平 就有必要在国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 加强欧盟的防御 也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报告 乌克兰国家调查局宣布 开始调查乌克兰在 该哈尔科夫州防御准备不当的情况 并将武装部队的某些部队 留在利普西村和沃普昌斯克附近的阵地 然而有限的人力资源 使俄罗斯军队无法更深入的渗透到该地区 报告说 虽然俄罗斯军事指挥部可能认为 集结更大的部队会引起乌克兰军队的警觉 并阻止突袭成功的机会 但俄罗斯决定不立即引入大量的预备队 可能会限制俄军实现快速增加的和更深入的渗透 战争研究所指出 乌军在该地区的防御阵地已经根深蒂固了 相反 俄军利用其战术能力 在乌军设防和控制的阵地上 取得了相对角速的成功 智库提醒 俄罗斯飞机一直在俄罗斯境内的安全区搞袭击 不必担心被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击中 这是可能的 因为西方国家禁止使用其武器 打击俄境内军事目标 和俄罗斯领空 报告之说 只要西方武器使用禁令存在 乌克兰军队就不能充分的去挑战俄罗斯军队 在俄罗斯领土上的避难所 作为哈尔科夫北部地区进攻行动的一部分 俄罗斯军队很可能会继续这样袭击 自今年年初以来 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境内 投下了近一万枚制导航空炸弹的 爱沙尼亚总统克里斯接受采访时表示 现在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 这可能需要再经历几位俄罗斯领导人 我们才能开始与他们恢复关系 因此西方国家应该施加压力 让普通的俄罗斯人也意识到 他们必须有所作为 才能让人相信他们 他们的国家才会好起来 现在我们将近一切可能让俄罗斯当局屈服 然后才能开始认真讨论 截止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说说战场上的情况 昨天几名俄兵驾驶一辆白色面包车 想伪装平民 得意忘形的在乌克兰乡村道路上 边走边看乌军无人机识破了俄兵的小聪明 把俄兵驾驶的车辆扎成了火车 俄兵试图加速逃窜 但火势越来越大 一名俄兵从驾驶室副座跳车逃跑 被重重的摔在路边的草地上 另一名俄兵不顾战友情 急扎车逃跑 最终还是被另一架乌军无人机炸了腰子 一名俄军士兵躲在了坑里 把乌军无人机发现 结果还是被乌军无人机无公害处理 两名俄军士兵怕乌军无人机发现 耍小聪明躲在铁路的寒洞内 乌军无人机没有离开 最终还是发现了俄兵 乌军无人机正好撞炸上一名俄兵 另一名俄兵没有受伤 伤者要求给他个痛快吧 好死不如赖活着滋润 随后两名俄兵达成一日 活起来的俄兵跑出去不远 被另一架乌军无人机斩获了 下方视频中没有受伤的俄兵 就不过意思了 没有让战友痛快 脚底抹油撒丫子跑了 卢干斯克州 比洛格里夫卡前线 乌军无人机炸翻了四名俄兵中的三人 但没有当场壮烈 抱着小腿在地上练地躺功 没有受伤的俄兵看了看队友 然后逃跑了 估计他跑不了多远 乌军无人机盯上他 被去军事化时注定的 5月27日上午 俄罗斯奥利尔州利夫尼市一处加油站 遭乌军无人机的袭击 造成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一名工作人员死亡 三人受伤 乌克兰无人机 专打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 这是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 俄罗斯人在赫尔松地内薄荷走案 非法射卡拦车 乌军无人机前去取证 随后将证据传给了远程火炮部队 在炮兵还没有行动之前 一架乌军无人机先试了一下火力 将俄军检查站设施炸毁 无人机刚袭击后 乌军炮兵的急速弹药就到了 从视频看 急速弹药先炸了外围 然后中心开花 战报更新乌克兰武装部队 报告 在过去的24小时里 俄军损失1150人 9辆坦克15辆装甲车 28门火炮 一套防空系统 一套多管火箭系统 12枚巡航导弹 42架无人机 55辆军车 7套特种装备 欧洲国家正在敦促美国白宫 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美国会部分议员 及参议院议长约翰逊 也发出了同样声音 白国政府还没有对此表态 乌克兰人认为 俄罗斯对哈尔科夫 发动攻势之前 俄军在边境一带集结军队 这个时候 乌克兰军队应该采取打击行动 但他们没有远程重武器 就连海马斯火箭炮 也是美国援助的 乌军只能看着俄罗斯军队 完成集结 并对哈尔科夫北部发动攻势 战火仍在乌克兰境内 战场上没有先发之人的能力 就只能等着别人进攻 也就失去了主动权 北约新成员瑞典防长表示 该国允许乌克兰 使用瑞典提供的任何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 瑞典国防部长保罗琼森 5月25日 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 明确表态 根据国际法 如果军事行动符合战争法 乌克兰有权通过打击 敌方领土的军事行动 来保卫自己 瑞典支持国际法 和乌克兰的自卫权 援助乌克兰远程武器的国家中 只有英国不对援武武器 射线 发现 英国援助的武器都在乌克兰南部战区 主要针对黑海和克里米亚上的俄军目标 英国始终比美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 决心大 但能力远远不如美国 现在担忧乌克兰使用援助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 目标的是德国和美国 德国一直不向乌克兰转移金融作导弹 就是怕乌克兰使用方面超越限制 白宫是靠限制武器控制战争节奏 消耗俄罗斯 但这对乌克兰来说 战争结束时间会被推迟 图片 战争进行800多天了 瑟莲斯基 两年多时间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 第一张照片是全面战争爆发第一天的 他在视频中说 我打了许多的电话 请求向乌克兰支援 第一位承诺援助马上就到的是 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 其他人只问平安 他当时说 西方抛弃了乌克兰 但我不会离开 我的家人和团队都不会离开 这里是我的家园 我们必须守护他 别人可以放弃我们 但我们自己不会放弃 第二张照片是十天前的 他接受采访时被记者拍下照片 没有技术加工处理 能看出来 他的真实相貌比平时媒体上出现的显得老 头发胡须部分一白 与开战首日相比 这不是两年多时间 犹如十年 前线的战斗是残酷的 作为战争状态下的乌克兰总统 每时每刻都是残酷的 曾一天出访过三个国家 为了拉援助 许多已知的报道 头天夜里还在前线慰问士兵 第二天早上就出现在了别国的访问 没有钢铁般的意识做不到 现在的乌克兰已不存在灭国风险 这一切来自自林斯基 及乌克兰人民的共同付出 是想他如果像夹头说的 头天还信誓旦旦的与乌克兰同在 第二天一大早就脚底抹油撒鸭子跑路了 乌克兰会有今天吗 不懂尊严的人 岂知尊严者的骨头是硬的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雄的节目 不妨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有你